大家大午好 我这个换句是一个英文的 是为了投篮 就是一个月前在San Francisco Infrancum的一个会议上的邀请Talk 大约一个小时 它在去年年底 在澳大利亚一个鸡身机网络方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会议 邀请一个Panel Speaking 讲话的一个修改版 这个大家看我胆子还是蛮大的 把SDN、NDN、NFV 和我们自己提出的Sanet 本质上把这几种技术拿出来做比较 那么在会下听的人 可以说就是SDN的发明人 或者NDN或者NFV的发明人在下面听 在老魏有个像 Infrancum这种 比较在计算机网络这 比较好的一个底级会议上 我们这么大的胆子 拿出来跟他们去比较 说实话 如果是我们的东西不过硬 哪个东西你是惹事儿 找事儿挺麻烦的 就是说自己标志着 我们国内的研究 这方面 我过去一直比较谦虚 是怕我们的国内的同行不舒服 实际上我感觉随时岁数变大 这个东西也没什么谦虚的 就是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也没什么谦虚的比较过分 今天我就不谦虚了 直接把这拿出来 正好是我们国家鼓励着创新了 前两天我拼那个会 坐那挺高兴的 稀达了咱们的李总讲话 我坐在地方厅还是满正的 他们一人掌上午讲 一上午是下午讲 一下子 那么我这个题目呢 就是这样的 我估大家说 咱们冲这几个问题来看 我们回顾一下传统的网络 互联网 它的原始设计 有这么几个问题 比如说效率比较低 包括使用效率 实际上我们骨干瓦的使用效率 在30%左右 接入网的使用效率 在30%左右 这是美国有关数据报道 我们国家的数据报道保密 我理解他们是为了跟国家要闲 已经说效率很高了 再提高效率 但是我感觉这个效率 因为过去的网络是一个 静态僵化的 它效率不可能很高 那么未来的网络 肯定是智慧的智能效率要高 还有能量 我们的手机能做到白天工作 晚上休息 网络做不到 加了电 它就四万万能休息 出效率 还有用户的体验 还有可扩展性 security mobility 这种东西 安全性 这是原始设计造成的 我们把这些问题做到里面 这些问题是most people feeling 这是大部分老百姓改造的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不能调留在这个层面 什么安全性 移动性 可控性 可管性 这个是停留在一般老百姓的层面 作为基层人员 这是外面的现象 本质是什么 我这地方回顾了几个 本质上 传统的互联网设计的思想 第一个我们发现它有 用户与网络保密 导致了一些网络的移动性 安全性 管理性差 那么这是用户与网络保密 具体来说IP地址 用户与网络 IP地址既包含用户信息 也包含位置信息 位置在里面做成了什么 那么用户与网络 更具有广泛性 位置 IP地址的地址和位置 用户位置是一种特殊情况 那么大家看 它的移动性是比较差 如果是这个楼 这个会是移到另外一个楼 另外会是 IP地址一定是断了以后 再重新建的连接 这就是现在的网络 就这个样的工作 断了这连接 它的移动性就比较差 还有呢 这种欺骗性 就现在的网络 攻击欺骗 这是天生的 所以它是 这一点我们就不解释了 攻击也是一类的 我们就不解释了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这方面的采取的措施都有 这个上面都有一些措施 大家看 LISP其中那个右下角 LISP是早期的身份位置 身份位置分离协议 就是解决移动性 早期呢 它是为了解决可扩展性 这是网络层面 后来发现它的移动性 解决也是比较好 HIP 主机身份协议 实际上这 主机的身份分离 实际上是早期是解决一些移动性 后来移动性可扩展性的目标 我们的Synet 在大家如果注意看我们的项目 我们97、37都做了两期 在93之前还有创业研究 已经是近20年的研究 大家看看LISP和HIP 什么时候提出了 那是来电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 说明我们是远远超前的 但是我们国家早期不认自己 老认老位这些提出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呢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 我们客观的信任 Synet里面就有这种用户与网络 绑定造成问题 解决分离 那么现在 这几个措施就是解决用户与网络 绑定 这些问题就不减了 还有一个 资源于外的绑定 这是导致了现在的资源效率低 就是容易阻塞这种现象 简单的说 传统的互联网就这样工作的 就现在咱们用这个网络 用户获得信息到域名 解决在到服务前来 来办哪个东西 所有用户都在走三个过程 那么为什么不能 究竟获取服务呢 提高效率呢 这就是现在的网络 有这种原始设计的问题 造成了这种资源 利用力低 效率低 融入融色 解决的方案 现在市面上有 CCN NDN SN 本质上就是解决资源于 位置绑定的问题造成 它们究竟获取服务 比如说面向数据 数据中心的网络 面向内容 面向服务的设计外来网络 就是这种 idea 本质上就是 资源为止绑定 造成的问题 它来解决 我们的三个人也有这个思想 我1793十几年前 做的面向内容 面向数据 实际上就是什么 idea 那么我们在国内 你这几个老外CCN 这还是近几年提出的词 所以这一块的研究呢 这是未来网络 需要这样的事 我讲这个CCN 不是它不好 它有好的地方 它就近服务 面向内容 它有它的优势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我们这个科业人员 一定要客观地分享 这就是说 我们科技人员 要了解它的问题的本质 还有一个控制数据绑定 这就是现在外面上比较热的 SDN技术 NFN技术 实际上就是解决现有互联网的控制数据绑定 我们AP网包头是控制信息 树面是传输的 它是绑定着一起进行传输交换 这些动员的 那么它 所以说它的网络让它工作 让它休息 挺难的 让它按资源的分配还比较难 所以这就是这些技术呢 这就是我们简直讲的 这些问题导致了 这些问题导致了 网络的管控能力变差 效率比较变低 那么现在的SDN NFN OpenFlow这种技术 就是专门把控制数据绑定 分离了以后 这个效果自然就好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 老百姓感觉的一些问题 我们真正的一些 技术原始设计问题 互联网 IP 删除绑定问题 现在一些社会上 比如说SDN NFN 大家看看哪一面提出来 我们国内有个三来 我们过去一直没有 很好的宣传三来 由于这个产业化 因为我们的论文 我们的报道 时候一点 因为这个产业化 和它的经济效应 和它的利益很多 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在国内 国外 我们是有意识地 推迟宣传和报道 在国内还是比较早的 因为我们做的项目 这一块 我们的三来体验 也有这方面的解决思路 大家看 把这个SDN 我讲它 不说SDN NN不说不好 好 未来网络需要这样的idea 但是它有它的问题 我们如果能把它的好处 吸收 问题解决了 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SDN 大家都知道 CCNN 面向内容 面向数据 面向服务 面向数据中心 来设计的网络 都是这一大类idea 思想 一样 基本一样 但是就是技术 实现这个思想的技术方法 略有区别 但是这已经到了技术层面了 本身有了idea 技术可有很多种 哪种技术最优 哪种技术最优 哪种技术在产业推运中 就最后取得成功 这是研究的 那么这种思路呢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讲 它是面向数据 面向内容的方式 它显然 用户的感觉好了 改善了网络的效率 但是它的可扩展性 security 大规模的部署都有问题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行界学术界 论文有分析 有测试 有报道 都是这样的问题 但不是说 I3这种东西不好 有好处 在某些特殊环境下 某些条件下 它是有它的很好应用 能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作为大网来说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弊端 弊端正好是我们 推广的时候 一种的准备 比如说大规模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这就大规模的部署 它是有功能的 不解决这个大规模的部署 我们的应用上应用 是比较difficult的 不解决security 和可扩展性问题 也是大规模推广起来 有功能 深圳应用 它有它的好处 效率呀 用户的感觉呀 是有它的好处 但是它也没有它 SDN也是这样的 我今天为啥把这个东西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客机人员 吸收好处来解决问题 不像应用商 设备制作商我在那儿问 我说你是SDN交换路由器 我七八年前就看到了这展览 你们经济用在哪儿了 应用商 就在用在什么地方呢 回答特别难回答 自自如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如果它用得很好 这件事就活了 我在北京局用得很好 大家都在用 没有这样的想念的回答 十多年前都在做出来 看到了 每年都在做 都在看 都在有进步 这就是它的问题数字 这个东西大家知道 它是控制数据分离 offer flow的早期思想 它肯定改变网络效率 因为它基本控制了 控制网络的能力强了 它网络的工作休息听话了 效率能提高用感 这是显然的 但是它有它的问题 那基本控制 标准化问题 现在的东西 跟它不见了 这些问题 还有一些 你集中控制 我集中控制 那个controller怎么办 我的大规模全球 你能集中管理过来吗 这些问题需要事情 就需要是考虑 但不是说SDN不好 两回事 问题归问题 好处归好 但是SDN可以 想来的告诉大家 在某些特殊环境下 特殊应用领域 用得就得它 比如说在工业网络控制环境 就要这种 它要确定性地控制 确定性地管理 范围又不大 没有这个技术就不行 所以说它不是说一概而弄 就是我们要客观地 辩证地分析它的优确点 这些问题 NFN的虚拟网 它是好处是大大的 大家都知道 那用户的服务的 网络的规划 我把国外叫做切片 就是网络切片 说白亚法 一个一个虚拟网 那么我们现在的网络 你要组成不同的虚拟网 那个spitch那个路由器 能是否很容易地组成各种虚拟网呢 有问号 所以它的可靠性怎么样 复杂性怎么样 显然它是用NFN的虚拟网来组成 当然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问题 那么这个虚拟网多了以后 它的复杂性来换了一些好处 怎么考虑 它的兼容性 互操作性怎么办 它的大规模怎么办 都是一些问题 这一块的话 我们作为科学研究人员 要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说 这个外来网络 它有这些问题 全世界都在研究 这个表就翻映全世界研究的一些情况 美国呀 中国呀 都在研究 我这个就不说了 我们国家也在启动一些 N个973在网络 在通信方面 都是针对这方面问题 去警觉一些问题 现在还在大规模地启动 这是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看到了未来网络的研究一些 可喜的一些成果 但是大家要冷静 真正要解决还是有它的挑战性 首先是 It's hard 那就说 要找到问题的本质是很难的 现在我们认为 这个问题的本质 就是集中把你认为是 找到了一些主要的本质 那么综合解决这几些问题 因为原来的那些安全性移动性 我单个单个都研究过 提出过解决方案 我发现对于大娃来说 单个的解决不行 这些问题要综合地解决设计 这也是有挑战性的 另一方面 大规模的智能智慧 这也是有挑战性的 小方面的智能 所以说这个外来网络的研究 它不是说那么清楚 它对主设计的人还是蛮有靠近的 要有深刻的认识 多年的思考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 都是一两年三五年的事 这几乎是我一生中的一些研究的一些体会 起码也在二十年以上 才有今天这个结晶出来的东西给大家 有些科学研究也不能走简单 那必须是一步一步的一些体会出来 还有它的问题 我们的三类大家看 我们要找到root calls 就是网络的本质技术设计问题 就是这三重单理 就是用户网络 资源位置控制数据的本绑定 过去的这几种绑定 大家看 这几种 都有 这个 大家看第一个 用户有网络绑定 我们早期的 added fair network 标示网络 就已经把前两个绑定 那时候在十几年前 我们就研究的比较好 那么近几年 比如说CCN、NDN 我们十几年间的93项目 但是我们不叫CCN、NDN 但是有一部分思想就是这样的 还有近几年的 open flow、SDN、NMA的东西 这些是针对不同绑定 而去解决这些问题 说是为了网络需要这些技术 关键是怎么样吸收这些技术的优势 克服它各自的一些缺陷 设计一个更有效的 那么我们叫SUNLINE SUNLINE实际上是一个智慧的 那些同样的一个标示网络 这个正式名字呢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国外的书籍 和国外的一些论文正式的 最近几年宣传出期 因为早期的宣传的 因为不成熟它又产生下来 那么这些SUNLINE的综合有效的 这就是SUNLINE的一个结构 一个分成一个实体域 一个行为域 分成三个侧面 智慧服务这个侧面 网络组件这个侧面 应用和网络协同网络 网络直接协同它要出 我们的组件网络的组件 是要网络不同的应用 根据网络组件 当相应的拥有网络 不同的应用群 有不同的虚拟专业网 这样 NLFA的技术 SDN的技术 NDN的技术 SN的技术 全部在一起 但是呢 我们不是说 这是翻过了 他们后面有的这些技术 我们跟它那些技术相互应 实际上 在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 那些名字都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我们有自己的名字 叫Adent Fair 或者Synet 标射网络 或者智慧行动标射网络 具体的说 这个网络有实体与行为语 有几个标识 几个影射 这个原理呢 下去的同志呢 可以看有关诺文 报道得非常细 等一会儿 我给介绍一些诺文 报道得非常细 这就是说 我们首先 这些Synet的设计解决思路 用户与网络 Sepression 就是分离 这是一个分离思想 我们采用了 骨干和尖乳分离 身和位置分离 这些Synet可以测试 这是在 在丢包率方面 我们看它的一些效果 这是在阴池方面 传统地在秒级 我们是在好秒级 所以说它的移动性 移动性 丢包率方面 来效率 这是一些解释它的一些工作原理 是分离了 安全性移动性 这是资源意味着广定 究竟获取资源 现在的Synet NDN I Synet 就是这种 代表 用户I 究竟获取服务 究竟缓冲 其他的用户B和用户C 究竟缓冲 究竟获取资源 根据语言 那么究竟获取服务 相当于北京汽车 大多都在北京 北京的汽车去外地很少 我们特殊管理 去美国的很少 这样提高了网络 缓解了网络 提高了用户 就感到静静或其服务 在未来网络是需要的自己的 所以资源为人保护 这样传统的26次我们的实验室 还有我们采用了控制数据绑定 就把三重绑定了 三重把它分离 分离也融化到一起 综合到一起设计的事物 那么它这种优点 尽量让它不保留 它的缺点尽量让它控制掉 这是基本上一些设计失落 我们把三重绑定 用三重分离的失落 揉到一个架构里面去做 这样的话 把这些问题能综合地解决掉 而且又比较好 解决了它的规模性 解决了它的管控性 这个详细的报道 我们在斯佛林格一书中 本身是去年年底就有出版的 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区的质量 把它的英文质量 请一些盟友国家的人给罢了关 这是第一本在全世界 在未来网络 我们想作为一个引导性的 电竞性的一个书 在国外系统去出版我们 27973研究的结果 和我争取我们国内在国外 起到一个引导 起到一个电竞性的作用 专门地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详细地看到我们的论文 应该在六月份左右就应该完全出 现在定价都出了 94欧元 95欧元左右 而且它的编号也出来了 这个应该在六月份 六月份应该出来 在去年年底就彻底交往到出版材 还有在Network上 I Children's Network Magazine 这个是智慧标识网络 就是比较喜欢的介绍我们SignNet这个技术 这在今年的 就是前两天才刚刚在网上 因为如用的时间比较长 刚刚的登场 我作为第一作者 我这一生作者很少于第一作者中 就是我的2793 我一生作者也就是三五篇落门 我是第一作者 但是保证我的梦梦是对一起打转 经理其推小的 绝对是个好东西 我不谦虚地讲 肯定是以后 以后这个行的人 他独要明白这个事 外来网络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都大部分比我年轻了 我是近六十岁的人 你们大部分都未连 你能看到外来的网络 会不会用我们中国人提出的事情 用我们的架构 能看得出 他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他跳出我的思路 非常 你们能看得到 我们的目标是引导 但是我在过去老胡豪一直说 你也一定能看得到 对 就是说 我呢也在锻炼身体 希望我也看得到 看不到也没关系 你们能看到 这一块的话就是 还有一个露门是比较好的 原来是他们一开始的 这是我们 我刚才讲这个网络 同志们不是说 未来网络 还未来的很 还早的很了 我已经把这个网络 做了两个核心的技术 在去年年底 我就转给咱们中国的公司 我973项目理论研究的 三千万到四千万钱 我这个钱远远收回来 我卖卖专利 就是在去年年底 就确确实实的卖了三十千万块钱 已经到位了 我们正好是受益的 我第1793本应该改中心的东西 能拿到一笔大钱 结果呢 学校怕知识产权未留 合同没签成 找到个盛权使用 这同行们都知道 我这一次赶到了国家的发展 把这个专利转让出去了 学校也不阻拦了 阻拦得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这个呢 经费去年年底就到几分 这个技术已经抽象出两个产品 就是我刚才的ID 这个智慧系统网络 已经不是虚点 是真的有产品有应用 那么这个专利出去了 你想这个 这个公司会拿出这么 真不是共产党的钱 拿出真的 他们挣的钱来 来要我们这个技术 没有用 它绝对不会用 这也是衡量一个学术技术 有没有真金白银来美丽这个东西 但是原始系统 这是在人体意 就是中心通信的一个移动核心网的应用 这是在传统的网络里面应用 它一定是吸收这个技术 是它过去的技术最好一点的应用 那么这一些特殊行员 我们的军队要走出去 我们的高铁要走出去 我们的室友走出去 不可能用外面的网 外面网服务器跟独色一些网外管理的 那我们的企业的东西全买了 所以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 像高铁的东西 像石化石油的 像我们的军队走出去 必须要自己的网 自己的网 自己的网 自己的服务器 自己的原理 自己的域名 全是自己管理的 那才能够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系统 国产这批国产操作系统 自己的互联网原理 原理系统 但是确实现在成果团队 使用老外芯片 老外操作系统的四倍 性能价格 性能上还不如它 但是功能上初期也达到 简单的还能用 所以说现在这个退款简单 这是在一个电焊机行业 用的工业团队 在工业环境下 控制环境要感知出网络状态 还有很好的控制 那我们这个智慧系统网络 已经是想 又要比较实实 比较可靠 比较确定性 能管控这个东西 切合这个智慧系统网络的 一部分技术 做出产品的用 现在在工业环境下 外面还在炒4.0 那个工业互联网 这个我们是2025 我们做出来 实实在这不会用 这个把这个建成标准 还在讨论价格性 那么这是在时代集团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仲高铁 我们这个技术转型 这高铁它是个维护企业 在80%的市场 相当于铁路系统的4S店 我们汽车有维护这个 汽车的4S店 这个火车也是每天都要 每天修 或者各端市中修大修 也要进4S店 它在维护企业就要这种技术 它要比如说我们是 这一个龙骨和轴层 它要随时的要探测它的状态 它要不好地断了 那些了点的不好的工夫 要接受状态 要能接受到 还能随时的把这个东西 传到我们需要的地方 这需要传统的技术来做这个东西 传统的网络技术是非常困难 比如说沿线 沿线的各个运营上 咱们在高铁上打个电话 都一会儿断断续续的 那么我们要实时的 很好的传图片 传高清晰的轴承的图片 那你现在这个打个电话的断断续续 还不可靠 最敢用的 用我们新的网络技术 就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还没到老百姓上网 老百姓上网这都是上不上都不重要 那车能不能跑是最重要 还到老百姓还得慈悔一点 但是技术已经要了 老百姓的可能 这是我们的产品 这一块是在公联互联网 你看这个老百姓的评价 全世界我们还是觉得 TOP的前进 这是一个实际车火 这一个 这一个二环上三环上四环 这一个测试的结果 这是我们在高铁上 这个三连的技术的 智慧系统路由器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实际测试的结果 你看华为那个 还有iColor这个 还有我们三连的这个 黑的是差 绿色的好 我们这个东西 上海到北京 实测高铁上 三百公里实测 它那个东西根本就不上 它怎么会晒呢 上海到北京 三大运营商 有连通 有电信 有移动 那么传统那种设备 每一时刻只能接受 一个运营商的一张网 就算四级网是最好的 不是你只能接上 一段段续续三级 一个运营商一张网 它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时候 三个运营商的 每一个运营商三四张网 同时的 协同的为我们的应用服务 当然 网络的代判和网络的效率 那三大运营商的所有网络 我们能智慧协同的 为我们一个应用服务 为我们的应用服务 当然有效的 那在沿线上又不借任何运营商的情况下 大大的提高 这就必须要了我们智慧协同网络 把网络作为我们的组件 我们的应用根据网络的组件 就不同网络作为一个基本组件 组合为我们应用服务 带宽的组合 使用的效率的组合 大而比过去的任何一张网络 这就实际上就是一个 智慧协同的一个 idea 在某一个特殊行业的应用 大网还更多好处了 那个NFV呀 SDN呀 CCNT这些好处都会 OK 这我们是智慧系统 只是一点点小应用 做成一个产品 就在高铁上 对位是三大运营商世界网 对内是一个无线的Wi-Fi 火车上是一个Wi-Fi的一个网络 对位是一个公网 那么13张网 三大运营商的十几张网 同时为我们 我们试测的结果 上海到北京沿线 最起码是七张到八张 沿线的覆盖网络 三大运营商的 那么先同的为我们 现在服务担任好多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 就体现出我们这个网络 做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做呢 大家都是一些失诚 所以说WiX呢 我这原来到国外去讲做 大部分都说 你说973 给我们把那个 China那些东西介绍介绍 现在应该说 这是去年在澳大利亚开的一个计算机网络方面会 作为一个一个小时的一个开闹讲座 完了以后 所有的人都跟我们很感兴趣的这个东西 都跟我们要这个换队 而且有的人就是设计这个东西 这是今年的一个一个前 在San Francisco的一个 Inferent Common的一个会议 又是一个邀请的talk 讲完以后大家非常高兴 我们中国人应该说在这方面 我不谦虚地讲 不应该很长 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种程度上 是我认为 起码我研究的 我敢扑人配置修复 说比他们要好 但是我们国内我就很不理解 有些人老说是我们国内跟国外有很大的差距 我听着特别不舒服 他们不知道什么物理 是不是跟政府要点项目 反正我听着不舒服 我认为研究不比那么差 他们老认为国外研究得比我们好得多 我自己在我这个联系研究领域我不认可 我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 在某些地方是引领他们的 我们做的东西 几十年前就有了他们近几年之一 有的人很可能是到我那儿参观 他回去换个名字就是这个项目 确确有这么回事 只不过我不愿意说出来 影响内部环境 对不对 这个人我说的也比较是我们学术人 就是说这种现象还是有的 总而言之 我们十年前的 戴特巴尔1793的政治核心专利 去年才拿到了 15年才拿到了中国游戏专利 我查识这个奖 比我们国家那种三大奖和少就多了 没多少就给拿到这个奖 就转移说明这个好东西 这不用跑关系 这自己来的 你平了奖还要跑问一问 这个自己就来了 就是市场说话 所以这一块呢 总的来说呢 我们这个东西逐步让我有意识地 国外宣传的玩意 目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它的经济价值 有它的推广空间 在国外的宣传我们很有意识 在国外的宣传我们近几年才开始的 大规模报到我们的三大奖 我们来的地方 在过去呢 我们这是以众文形式做的 因为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这一点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我不希望一个东西还没好呢 在老外再翻过了没我们钱 我感觉对不起 傅老先生 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科业经费的资助 我讲的可能超了世界了 很对不起大家 我们超了没有 你觉得 超了没有 超了一点 哎呀 对不起大家 我感觉比较激动